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购指数 那这边这边景气如果开始要开始回问的话 一定是这些采购经理人会先知道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大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来到龙窟线之上 这边市场上原本是预期的是49.5 那他意外回升到50.5万 这对短线上多头会是一个强行征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亚洲股市普遍呈现上涨 这边市场上认为说 诶 这边中国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大陆是不是开始要止跌回舞呢 但是众哥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 目前这个只是第一个月 这边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方向 目前短线上这边看起来有机会开始慢慢做 但是这只是第一个月还没有形成一个方向 那这边还是要持续观察4月跟5月之后的PMI是怎么走的 那这边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那这边我们呢认为目前未接呢不呃并不会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PMI呢而有所改变 那先前我们有跟大家讲目前这市场的发展呢是越来越有趣的 我们可以看到了这费的几度的偏割 那这边原本市场上的这边美元呢照的照到来讲应该是要呈现贬值的 但是却因为土啊货币风呃危机的这边导致美元情避险情绪的高涨 使了美元呢这边大幅度的升值 那这边原生值呢就这边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边原本的新兴市场国家外在已经还不出来了 那这边美元又持续升值的话 那这边呢会导致一个信用危机 会影响到这些借钱给这个新兴市场的国家一些银行 包括欧洲银行或者是美国银行 那再来纽西兰降息 所以从这边这边你会发现 这边更多宽松资金进去之后 却没有办法带动了实质经济往上成长 那如果实质经济没有办法往上成长 那这边就没有办法支撑呢 这边在高档的资产价格 那说是这样你可以想象经济上不完 那就是资产价格往下跌回到原本应该有的位阶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所以众哥认为呢目前的全球股市呢 包含全呃价钱指数目前处于一个party party结束人未散的阶段 或者朋友不妨你呃有兴趣的话 你不妨可以往前看一下 当过去呢发生股灾的时候 这个M的右边呢是怎么走 那从去年10月跌到西边呢 那跌到最低点的9300 那9300反弹到这边呢 那也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 我们知道空头市场反弹三分之二呢 是一个满足点 那这边满足点啊 众哥认为呢 如果没有一个修正的话 是没有办法持续往上去走的 同时呢 Q2呢一向是市场上的淡季 Q1呢一向是台股的淡季 加上了这个亲民长假 还有这龙券强制回股呢 已经进入一个高峰期了 所以总统因素的显现呢 这边众哥认为呢 这边是一个高档位界 而且是一个最后一波 最后最后最后 这边你一定要提高警觉 这边呃 Party结束了 很多人还不愿意擅长 那这边你就要小心 万一到时候人挤人 那你又咖把走不动的时候 那这边的损伤就会很想 呃很惨重 那是麻烦的开始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为什么这种哥会说呢 这边呢会呃 要提高警觉 这边是M的右边 我们来看一下 2007年到2008年 HP500的走势图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过 就是呃 在3月22号 殖利率倒挂的时候呢 这美股出现重挫 那我们往前回退的话 这边呢在2006年呢 也是出现了殖利率倒挂 那我们要跟大家讲说 殖利率倒挂呢 并不会影响 而并不会马上发酵 这边的时间点呢 不一定 那我们可以看到2006年呢 这边呢 出现了殖利率倒挂之后 一直到2007年呢 才看到了高点 那你可以看到呢 2007年第一次下沙之后 反弹到前高之后 反弹到前高之后 你可以发现呢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金融海啸 你可以看到这边 M头发展呢 这边是高没有过高 那持续往下破跌情形之下 那就是形成一个金融海啸 所以这种认为呢 目前的位积呢 跟2008年的非常像 这边呢 你一定要提防 小心的这边最后一波的下沙 那再来我们看到下一张 所以这也是中哥在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会推出一个这个轻松配专案 这边的中哥跟大家讲是 这边有很多空方 有很多个股 这边的已经呢 筹码面跟技术面都已经出现败别 这边的空方趋势股 你也一定要先提早获利下车 甚至要去进场去建议你的空单 在今年呢 如果你不会做空话 这边你会看着行情下去 那当市场上哀鸿片的时候 如果你会做空话 这边呢 你是可以愉悦看着自己的进址去做增加的 那这边空方配有哪些个股 我们来看一下其中一档 这档呢 就是利拔三合这一档 那这档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即使呢 呃大盘这两天呢 是呈现大涨 在上礼拜有大涨 在今天呢 也是呈现大涨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档空方趋势个股 却是呢 连两天下 连两天下跌 那你可以发现了 今天再度下跌 已经跌破了 这呃m 头的多方防守价 那跌破了m 头的多方防守价 这边如果你还有吃呃做多这一档啊 短信上你要小心了 那这边呢 还有很多的空方趋势股呢 这边已经正要开始成型了 这边有要开始下跌的 也有今天下跌很大一段的 那这边想知道有哪些空方趋势个股 那就是赶快上中个来的来说起这份之下 以上 谢谢 是谢谢龙哥的分析 更多盘中及时消息以及选股策略 欢迎加入龙哥的赖群组 那财经支持通 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